他来自英国,曾在十几个国家旅居 是什么原因让他最终停留在中国长春 在长春生活八年 他如何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养老外 变成外人眼中的长春通 建设区太大之一 在他的心中究竟有着怎样的中国梦 农家费 外国人在中国 让理查德带我们一起发现长春 我会觉得非常真诚和善良 非常可爱 传统的英国人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你看他大大圆眼的脑袋 你就能知道 耶 Richard is a good guy 是老顽童 他是一个长春通 长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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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长春通 我是长春通 今天在长春重制胡同的一所英文学校里 理查德和他的中外友人会聚一堂 一场憋开生命的吃饭子比赛 即将开始 这位众子比赛 是三十二三 是三十一 好吗 ready 很容易 8,7,6,5,4,3,2,5 我们应该有5 4,1,2,3,4,5,6,7 我们有8 理查德来自英国 如今在长春生活了8年的他 已经是外国朋友眼中的长春通 每个月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外国朋友 都会制作一本名叫长春通的杂志 记录下外国人在长春的发现和感悟 这个月的主题是寻找他们最喜爱的中国美食 美食在理查德的生活中可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8年前当他第一次来到陌生的长春时 就是一道中国美食让他既惊艳又尴尬 因为我认识那些东西的东西是足够的 所以当我看到它到处 我把它拿起来 我记得大家看着我 然后在几个小时 他们说 Richard,这都是给大家 我说,真的吗? 对不起 所以我把它放回来 但我已经吃了可能半分的 令理查德欲拔不能的美食正是东北传统风味菜 锅包肉 锅包肉外叫里嫩 酸甜可口 深受当地人喜爱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这道从让理查德出进洋相的锅包肉 却深深地征服了这个英国吃货的心 可乐 你胡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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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胡说是 你胡说吗? 你胡说吗? 我记得,对不起 你胡说的 我记得,对不起 我记得,对不起 我记得这个东西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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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识识 我认识了 后来在中国生活的理查德发现 郭包肉同样也是很多外国友人的共同爱好 为了能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 每周由他组织的长春朋友社区 都会开展各式各样的主题活动 通过体验的方式 让大家获得最真切的感受 而理查德也会细心地记录下大家的发现 为杂志提供鲜活的素材 今天的活动 理查德特意请到了他的好朋友 国家高级烹饪技师夏金龙 目的就是学习这道他们钟爱已久的锅包肉 正宗的锅包肉 应选用猪臀部的底板肉 这部分的肉肉质紧实 将纤维打碎后 可以保证它既爽滑又软嫩的口感 这个糊糊的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糊了稀的时候呢就是裹不上肉 一定要达到这种水平 挂粉油炸则是关键环节 淀粉的浓潮度和油温的把握 决定了锅包肉外焦里嫩的成败 锅包肉原名锅包肉 最后的凹桃爆炒 糖质的比例需要靠经验把握 而爆炒的速度也印证了锅包肉名字的起源 虽然锅包肉的制作和西摊有些相似 但是如此近距离地观看中国菜的制作 还是让理查德感到新奇 理查德组织的这种中国特色的活动 不仅吸引着外国人生 很多长春本地的朋友也会莫名而来 今天的活动 理查德和同伴决定 有中外友人结成三个小组进行比赛 精神感受锅包肉的制作 而他们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果然在刚刚开始的挂粉环节 理查德很快就遇到了困难 理查德和同伴决定 理查德 理查德 它是把肉放在白色的粉末上 感觉很奇怪,因为它感觉像线 当你放在手上,它有很奇怪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种感觉 那是很难得到这种感觉 因为我记得当时他做的,它就像完美了 当我做的,他就会... 始终掌握不好电纹比例,让理查德有些紧张 而到了炸制环节,油温的把握又成了摆在眼前的男子 十分钟,一直在一起 一会儿吗? 还是要嗯... 一会儿一个時間 很好,一会儿 让他做个ып丝 一会儿一会儿的ucklehead 我真的没长时间 一会儿很久应该吃了 我认识的吃时 他会习惯了 一会儿一会儿的吃时 很久还没吃到 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的 Anderson 所以我认识了 李查德在中国生活了近十年 可是却从没有机会去制作一道中国美食 这次的体验也让他发现 制作中国菜的难度远远超乎他的想象 而这道他最喜爱的锅包肉还能顺利完成吗 砂糖 瓶子 对 对 所以当它来到最后的部分 制作的砂糖和甜甜的酱油 我完全忘了什么要做 因为没有人给你最好的量 你必须猜猜 在他同伴的摸索中 李查德终于勉强完成了锅包肉的制作 而老师又会对他的作品如何评价呢 你觉得怎么样 It's the same as across the road 跟这边饭店卖的是一样的 果汁不对 果汁油温太低了 若没有炸的外焦里嫩 酱油汗的太多了 有了李查德的牵扯之剑 后面两组的发挥越来越自主 而他们的表现能得到老师的青睐吗 好 爱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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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味 质感 第一 比赛的输赢似乎并不重要 亲身体验中国文化 已经成了每一位外国朋友最大的收获 利查德的家在英国曼彻斯特 喜爱旅居的他曾经在十几个国家生活 而到中国看看 也一直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辞去工作的利查德并没有选择外国人聚集的北京上海 而是来到一座他前所未闻的北方城市 长春 当时来到中国之后为什么会选择来到长春呢 长春是新中国最早的工业城市之一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便生产于此 电影 光电 生物 化学 工业化的气息让利查德倍感亲戚 并决定在这里旅居一年 然而愿望虽然是美好的 可刚刚生活了两个月 利查德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最后一年我来到这里的风景是非常难的 英国人看到了 几个人的水平 几个人 几个人 但没有像江春 这里的风很巨大,可能是-30,但风能达到-35,是一个很热的城市,像是在德罗特,你的脸还会感到像针子,有时候跟风的一样。 难以适应的寒冷气候,起初让理查德想要离开,可是几个刚刚认识的长春朋友却让他改变了主意。 冬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你到哪个地方去买这个冬衣,他就说我不用买冬衣,没有问题的,就是I have fur,就是说我身上是有毛的,但出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冬衣真的是很好,特别特别暖和。 东北人特有的热情,让理查德找到了家的温暖。 也让他有了在这里常驻的想法,可是怎样才能真正了解和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呢? 他与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国人面临了同样的难题。 为了能尽快适应长春的生活,他和几个好朋友有了主意,那就是出版一本介绍长春生活的杂志,为外国人在长春提供生活指南。 愿景虽然美好,可很快,随性自由的创作理念,却让他们陷入了困境。 我听说平常呢,大家在做这个杂志的时候,还会有不同的意见,大家还会有争论。 对,因为我们没有赚钱,所以虽然我们没有赚钱,虽然我们没有赚钱,所以我们没有赚钱,所以我们没有赚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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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只是朋友。 对,我说,两个人,创作者和制作者,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之前他们来到中国,他们一起住在另一国,这两个人比较多了。 由于大家都是义务制作杂志,没有明确的分工,让矛盾经常发生。 杂志的出版也会时常陷入僵局,这一度让理查德非常苦恼。 谁的出现让理查德的长春生活出现转机?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事。 美丽的静乐坛中,理查德又为友人准备了何种惊喜? 这个是我的朋友Wilhelm,这个是Julie。 外国人在中国,精彩继续。 如今的理查德在长春开办了一所英文培训学校,可说起他的长春生活,总是离不开美食。 而这些美食不但让他决定留在长春,更是让他收获了爱情。 今天,理查德就专程带我们一起品尝一道他热爱的当地美食。 八年前,出来长春的理查德,曾在吉林大学担任外教。 在这里有一种美食,对于理查德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而他也打算借这次美食专栏的机会,向更多的人推荐自己的发现。 为什么今天会带我来这儿呢? I want you to try some food. 什么? 大饼。 大饼? 对。 非常好吃吗? 很好吃。 为什么你会喜欢这儿的大饼?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非常好, number one. 第二个是我们的男朋友,女朋友,女朋友,女朋友。 啊, when I was teaching here, she would bring for my lunch, and it was a surprise the first time, and it was really good, really, really good. but this also is the beginning of our relationship. 这边也好, should we go? 好,没想到这个大饼还有这么浪漫的故事,赶快去尝尝。 哪一? OK, well, let me show you. Oh, no! 没开? 哦,就是这个。 今天吃不到了,是吗? Oh, no! 遗憾的是,今天的熏肉大饼铺并没有开门,这让尼塔德非常的沮丧。 为什么我没开? 明天开? 明天? 嗯,快点几哦。 其他的呢? There's no other food I really want here. 哦,只有那一个是最好吃的是吧? 好,那我们就明天再来。 OK, we can. 好吧。 所以当第一天这个熏肉大饼没有开的时候,是一定要等到第二天还去那家吃? No, I mean, the street has some good food, but when you go there for that particular food and then it open, for me, I just don't want anything else, I just wanted that, so I will wait. 看看今天还没开。 为了吃到熏肉大饼,第二天,尼塔德又专程带我们来到这里的小吃街。 看看,看没开。 这一次,他的愿望能够实现吗? 哦,开了,哦,真的是开了。 你好。 你认不认识他呀? 他是不是老来买啊? 是。 啊,哈哈,买了几年了? 有几年了。 有几年了? 有几年了? 因为是块大饼。 是块大饼。 所以这个饼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饼是炸出来的,然后卷肉卷菜的。 熏肉大饼是吉林的传统小吃。 用肉汤和调料,和成酥软的面团,擀片抹油,反复几次烙制成饼。 熏肉则是用各家密质的汤料煮熟后,熏制而成。 这样的熏肉大饼,肥而不腻,口感酥香,深受人们喜爱。 我先来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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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啊,哇,好变。 这儿已经很好吃了,因为它是这个炸了的油饼。 而对于理查德来说,正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吉林小吃,让它最初决定留在中国。 这个熏肉大饼是一个充满爱的熏肉大饼。 因为美食, 丽查德收获了爱情 当两人结婚后 丽查德也决定 把家安在长春 娶了中国妻子 丽查德更加了解了中国 而妻子的建议 也让他在处理团队矛盾时 有了主意 那发生这种争吵之后 出现这种矛盾之后 你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吗 OK 我们有些时候 但是这就是生活 大家都有些认识 我们可能会做 在东西西西方的旅行 我们可能会说 我们就去喝酒 然后我们就去谈谈 我们就去谈谈 所以他就从办公室 到一个酒店 去解决问题 然后你会有几个酒店 一位你会说 OK 我接受 所以你只需要继续 直到解决问题 妻子的方法 让团队的合作愈发默契 而几年下来的探索与发现 也让理查德 成了外国朋友眼中的 长春通 今天 理查德就专程带着几个 刚刚来中国的外国友人 来到静岳潭 目的就是为了 在杂志中 记录下他们 对长春的印象与感受 静岳潭 因形似弯月而得名 周围有近100平方公里的人工连海 独特的风貌 和96%的森林覆盖率 让这里成为了得天独厚的 休闲旅游胜地 为了获得最完美的旅行体验 理查德每次都会精心地 为每个友人设计不同的方案 而今天的旅行 理查德就为他们 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美食 他叫莱福 适合在长春生活了20年的德国人 如今在中国退休的他 在这里专门开了一家德国餐馆 就是披萨你知道 披萨 那个土豆沙拉 还有那个德国香肠 德国那个酸菜 比那个中国酸菜差不多 对我尝一下 对你尝一下 我觉得这可能是比 中国那个酸菜有点酸眼 有点甜 对也是有点甜 它是酸甜 它是放苹果醋 对对对 有一点苹果醋的味道 今天的旅行 虽然让几位友人非常满意 可在理查德的心中 却并不满意 他的理想是 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也能分享他的发现与感悟 走进真正的东北农村 是什么让他脱欲尴尬 在天间地口 他又会有哪些惊喜与发现 外国人在中国 精彩继续 今天 理查德也希望走进真正的农村 记录下自己真实的感受 为有人们的出行提供建议 农家费懂吗 农家费 农家费 对 我不是在这里 我不是在这里 每天我发现新的地方 这些城市 但我发现很多地区 如我说 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我来到这里 我来到这里 这些城市 所以我发现了 真正的努力 每天 去看一种不同的地方 这些城市 杨草村位于长春市北部的松花江派 在这片富饶的黑土地上 聚集着老一辈闯关东的人们 刚走进村子 理查德就被马景衡六代的亲戚 搞得晕头转向 一本来 以老一字 Skull would call him uncle ok OK and this is the tenth generation and this is his father he should call him Uncle and this is higher generation he should call him Uncle that's the seventh generation and this is the only one left for the fifth generation So he called him Uncle Yea he called him Uncle and 走进真正的东北农村 利查德时时刻刻都有惊喜与发现 第一次尝到梦寐以求的东北农家饭 利查德竟然生起一丝感动 吃到了地道家饭 利查德一行人却并不满足 他们想要体验真正的挪家生活 为此利查德和大家决定 用比赛的形式帮助主人挖土豆 把羊子抠起来 这次放在里面 利笼的放在里面 没 开始 放在里面 放这个 没关系 I quite like the expression JAYO It actually means more than like Come on in English You know When you hear that Even as a foreigner You feel it And it did inspire everybody Me and Remy anyway Because we didn't want to lose So nobody wants to lose It is already done We are done right now The match is finished right now All the food have been poured out What team should win? The team should win the first time The team is the fastest And the first time The quality of the food in the food I win I have 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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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给我们讲示范的那位大爷 您过来 您来给大家评一评 觉得他们哪个队完成的好 这时候的队先完成的 这时候的后完成的 实践上他们输了 出头啊 第一次完成的是竞检大的了 第二次连大再小的全检了 后完成的成绩非常好 大小一匹减的 看来我们的农民伯伯还是特别喜欢 这个对是吧 就是他们才是好农民 就是不光要要这个大土豆 还要要小土豆 不要浪费土地里的每一个土豆 是不是 对绝对对 在端生校狱中 黎查德的乡村之行结束了 可是对于他来说 发现的脚步却从未停歇 而在一次次的发现之旅中 他对这座城市也有着新的理解 因为美食他爱上了中国 因为爱情他留在了长春 如今这个美丽的北方城市 早已成为他远在中国温暖的家 在中国温暖的家 在中国温暖的家